这个重点要介绍的是非常棒的一个写作的语词 我们先看一看这些相关的内容 一,人苏醒过来是主动的 这个时候要用人,come to oneself,自己醒过来 自己苏醒就用come to oneself 第二个,可能是被救醒 被谁救醒,医生 所以这个被动就是医生bring,病人to bring to就是一定要当医生把病人救醒 这个是病人自己醒过来 所以这两个容易出错 那右边第三个是lose once sense lose就失去了senses就是意识或者是知觉 所以我们讲失去了知觉 英文就是用lose once senses 第四个是上一个单元讲过了 bring,事物,事情,结束 人,使得什么,结束 所以现在应该有一个方向了 come to,这个是属于不及物动词的用法 bring,什么to,这是属于及物动词的用法 所以呢,写法会不一样 这个就是困扰所在 同学要留意一下这个地方 看例子 twenty minutes later 二十分钟之后 the fainted girl finted是昏迷的 这是过去分词当形容使用 这个昏迷的这个女孩 终于came to herself came to herself 就是自己苏醒过来 没有医生护士的解救 她自己醒过来 就用came to herself 好,现在我们看第一题吧 她发生车祸 这是一个句子 送到医院时 又是第二个句子 她已经失去意识了 三个句子 从哪里判断三个句子 有动词 一,发生车祸 这就是一个动词了 二,送到医院 送到又是一个动词 三,失去 已经失去了 诶,这又是一个动词 三个动词 就三个句子 三个句子 有一个是主要子句 它没有连接词 另外两句 就是有连接词了 一定会有连接词 所以我们现在要写的时候 要特别小心 好了 她发生这个车祸 我们先把主词 先写出来 她 你不可以乱写 这个地方真的很容易出错 同学常常会写 she happened a traffic 或者是a car accident 这者写法是错的 人当主词 不能用happen 不可以 你要用 人当主词 要用made with 遭遇到了 a car accident 这个才是正确的 要不然 我们就要写 第二个 第二个就是 an car 用car就用2了 a car accident happened to her 这两个答案 才是正确的 所以主词 可以写两种 一 she met with a car accident 2 a car accident happened to her 这个我们上面 之前的单元就有讲过了 好 前面已经讲完了 第二个 and 就 这个 接第二句的 and 当他送到医院时 当他送到医院 其实我们是讲 被送到 所以这里有插入一个 时间的复制指句 这个and是要接到后面去的 等一下我们再接 and是要接 他已经失去知觉了 那我们要先写 当他被送到医院时 好 来 下一句 when she was sent to the hospital pital 斗点 she had lost 因为他先失去知觉 had lost her senses ok 所以有没有两个连接词 有 一个是and 一个是when 像这种结构 同学可能比较不会写 那前面这个句子 就是主要指句 他发生车祸 and 然后呢 好 and接的句子是在后面 and she had lost her senses 他失去知觉了 好 再来加 什么时候啊 when she was sent to the hospital 这是我们第一题的 这个融合上面的重要语法 的翻译 第二题 医生还有护士 尽全力解救他的生命 最后他终于被救醒 注意哦 这是被救醒哦 所以被救醒就要用 医生把病人救醒 那改用被动 就是病人被救醒 这要注意 要改被动 现在我们把答案 给他完成吧 医生很多 所以用doctors and nurses 好 尽全力 我们可以用 过去说好了 did their best to save 来解救他的生命 好 那如果 你要加 and finally 最后 加个连接词 但是 一定要加连接词 要不然你就单独写 要连起来 那你就要加连接词 and finally fia finally she was block to was block to 就是他被救醒了 这个不能写说 she came to herself 不可以 被救醒 跟自己醒来 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这边 如果写说 she came to herself 这样子就不对了 因为有医生 有护士在救他 所以应该是被救醒 这是第二题的 第三题 为了感恩 他结束自己的生意 就利用这个了 他把什么 结束掉 这个是上个单元 才提到的 不要忘掉啊 三句是连贯式的 所以一定要 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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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通都用过去式 为了感恩 in 为了就是 in order to 当然你也可以写to 为了感恩 就是为了表示 他的恩情 表示 可以用show 也可以用express 好了 加速词 表示什么 hello gratitude gratitude就是感恩的意思 后半段 前面就是片语 写完 我们后面 主持出来了 他结束自己的生意 she bloat hello 什么 生意就是business to and and to and end 就是结束他的生意了 第二个 然后 到医院当义工 不要忘掉 第二句 又要连接词 当义工就是 他义工来服务病人的 所以我们这边 可以用underserved 服务 以什么身份用us us a volunteer 在哪里 in the hospital 在这个医院里面 当义工来服务 serve us 就是以什么身份来服务 英文就是serve us 这很棒的一个语法 好了 这一组 这个 算是写作里面 很好用 而且你可能会用到的一个写作的语词 好 把它背起来吧 好 运用在写作上